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代表观众向于师傅求教了 荆州市的一个比较偏远的区域 一对老夫妇 他们俩两口在家门口开了个小早点摊 生活的状况不是那么富裕 小早点摊勉勉强强地开着 他们也还真是有心 看电视可能是看到我们的节目 看到咱们节目了 就说能不能教我们一点有特色的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我们在想面点的时候 专门给他们也想想 行 咱把这些品种 有特色的 基本上还能简单一学的 那今天我们学做一个什么呢 我们今天做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 它就是有北京特色 叫做银丝卷 银丝卷是具有老北京特色的一款面点 它样子漂亮 口感微甜 制作银丝卷需要准备的主料有 面粉 服料有老肥 调料有碱面 白糖 色拉油 既然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跟雪橙我们俩 来制作这个品种的时候 我们也尽可能地给它去还原传统的样子 因为现在银丝卷已经演变的五花八门了 因为都已经是各有特色了 我们今天还是做那款比较传统的 也就是说用什么呀 用老肥一发面的 对 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学 先说这老肥是怎么回事 这个老肥顾名思义 就是说发的时间很长的笑面 很长的意思是多长 就是说它的笑面 给它充分地发起来以后 这块老肥我们老接着这么拾 接着这么拾 可能留过很多年 但就对于这块 肯定是要够上24小时以上了 最基本的要达到这个时间 对 老面肥就是上一次做面时 故意留下的一小部分 和好的面团 经过发酵后就可以当做酵母 来制作下一次的面食了 用老面肥做出的面食 质地细腻 香醇可口 易于消化 特别适合肠胃不好 或牙口不好的人 用那个手或者用筷子把它撕开了 所以你看因为时间久了 泡的它有一种酒屈的味道出来 酸味 发酵的味出来了 做银丝卷一定要用这个对不对 对银丝卷本身是发面 你怎么去了解北京小吃的历史了 知道银丝卷是什么东西 一个长长的发面形的 像小枕头一样的 对 如果不了解 你就这么去理解 就是发面皮包上发面面条 听懂了吗 皮是发面皮 馅是发面面条 对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谁想出来的 但是很好吃 很好吃 对 好 我们把那个老肥 搁在这个盆里边 加上一点水 给它稀释了 稀释了之后呢 然后那个加糖 这个糖呢 我是也是给大家量化一下 一斤面粉 加上一两到八千准的糖 因为银丝卷呢 是甜的 甜的 对 这个面点是偏甜口的 对 然后把糖呢 给它给搅匀了 我们把面粉 给它放进去 这个是五百克的面粉吗 我这个是六两 六两面粉 顺着一个方向 把它搅成面团 这个环节呢 它也是有一个专业术语 叫做接面 接面是哪个接字 迎接的接吗 对 是接住的接 拿谁接谁呢 老肥接先 用老肥接现在这盆面粉 新面 然后把它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一个嫩小面的效果 是这么回来 好 我们把这个面呢 给它吹成团 吹成团到这会儿呢 扇上一块布 就进行什么 进行发制 像现在这个季节呢 我给它搁在一个温暖的地方 差不多 那就是要暖气边上 就靠一靠 不会低于两个小时 给它发起来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制作 要这么久啊 对 制作银丝卷时 您需要牢记 和面的比例是 100克老面肥 30克白糖 300克面粉 和150克清水 一起和成软硬适度的面团 行制两个小时 到这会儿呢 我们这面呢 哇 开始发了 面发好了之后呢 它是酸性的 就像刚才我拿这个老回拆水的时候 然后那个雪春说 有那个酒的味道 酒区的味 对 它是酸性的 到这会儿呢 我们给它进行酸碱中和 一定要使点紧 为什么呢 用碱水来勾兑这个酸性 要不然就过酸了 对 口味和那个感觉都不好 进行酸碱中和 给它水上一定的碱 这个碱 这个步骤不可少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碱量呢 也是根据 今天这个面发的程度 过酸的 您就多对点碱 然后那个不是很酸的 少对点碱 虽然说它现在呢 那个大家都是用这个酵母 来做一些发面 很方便 很快捷 但是从口味跟营养上 完完全比不了这个 那当然这还是纯天然 是吧 好 聊着聊着 我们把这面团给那个 多可爱的一团面呀 和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面团 一分为二 好 然后一分为二 这一部分呢 我们搁在一边 然后给它 先慢慢醒着 约轴的时候 肯定是有筋力的 这个是留着做面条的 真聪明 大家呢 现在全都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用那个 我们压面条的机器 直接出条 还有一种 很便积的方式 就是什么呀 我们给它擀成片 用刀切 切成面条丝 那就刀切面吧 行 我觉得可以 行嘞 哪边好擀 你就擀哪边 不要考虑它那个 我是要方的 还是要圆的 最终的目的 要擀成够薄的片 我们把 对 把这个 因为是发面 我们把面片呢 尽可能给它擀的薄一些 够薄的了 对 然后撒上面粉 薄薄的一层面粉 把它叠起来 切至 这就开始切那个 里面的那面条丝了 对 里面的面条丝 切上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尽可能的细 其实好的银丝卷 在切开或者咬下去的时候 里面那个丝的感觉 并不是那么明显的 它其实是有点酥酥的感觉 这酥酥的感觉呢 就是我们下边呢 要进行的一个环节 刷油 好 面条切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打开 对 让它不要粘连 好 到这会儿呢 我们把这面条呢 给捋顺了 下一步环节 就是找雪纯 它说的那种口感 酥酥的 我们进行给它刷油 那就像过去您说的 那油酥的感觉了 不过油酥是 另外一种程序做出来的 这个环节就是刷油 防止它面条与面条之间粘连 应该刷透 刷到 这个时候的这个 发面条看上去 还是很诱人的嘛 嗯 把我们刷完油的这个面条呢 给它撑一撑 哦 靠这个 把它变稀 对 进一步地撑一撑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刷过油的这个 发面条 切成段 为什么 我在吃银丝卷的时候 没觉得有油的感觉呢 因为是发面 发面是有气孔的 本身它 那第一它不是很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本身是发面 它是有气孔的 这点油呢 完全就裹在这个发面条上了 好吧 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 我们把这个 刷过油的这个面条 给它搁在一边醒至 嗯 然后呢 卷子皮了吧 对 我们说过很多次 但凡是揉好的面团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制作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揉它了 嗯 劲儿好 不如刚醒开 再揉又伤劲儿了 这会儿呢 直接按扁了 拿刀 嗯 给它切成剂子 根据我们今天所包的这个个头 嗯 这个银丝卷的个头 来开始下这个剂子皮 给它揪成剂子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平常 比如做花卷啊 嗯 做其他的包子什么的差不多 对 我们擀银丝卷的这个皮呢 给它是擀成椭圆形 所以说我们拿起一个剂子 第一步给它按扁了 第二步上下擀 上下擀的同时呢 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面还很厚 中间不擀了 只擀两边 因为发面的东西它得起身 起身是说什么呀 发面的东西得皮稍微厚一点 这么去理解 不然的话 它过于的薄了 就不发了 嗯 就是得给它一些容量 让它自己那个体量 有一个容量 对 蒸发面的东西啊 如果要它表面 看着特别有光泽度 特别光洁 然后呢 其中的糖在里边 起了一定的作用 表面光洁 还有一个很大的 在制作方面的技巧 我知道 就是把那个面剂子 在面板上 对 一直抹 对 给它滑动滑动 然后让它这块呢 现在没做之前 这就是光滑的 对对对 但是前提是我觉得 最好是一个木头的 或者是竹子的蒸板 对 如果是塑料的什么的 估计也没什么用 我们将这椭圆形的皮呢 还是横在 我们这个案子上边 然后呢 取一小段 刷过油的面条 把它横在这个面皮上 现在它们位置 都是横着放的 拿起两边 左右两边 给它把这个面条 芯给包住 包住的同时 我们用食指跟大拇指 按一下 把边上再整理好了 就是说把它面条 真真正正包在这个里边 对 然后用擀面罐 把两边的面给它擀薄 擀薄之后呢 刷上水 第一步呢 给它包上 第二步往前一推一滚 整个包盐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给它擀薄 这两边的这个皮 擀薄之后 加起来厚度 跟表面 这个皮的厚度 是一样的 因为它叠起来 变成双层了 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呗 对吧 好的 到这会儿呢 我们这个银丝卷 给它包完了 包完了呢 下一步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什么呀 进行发制 发制 不是说给它蒸 一定要把这个银丝卷 给它发起 发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装 这过程当中 我们发了好几回了 对 但凡是发面 我们给它 把面发好之后 它就冲气了 我们在制作当中呢 又擀又捏又包 它这气呢又没了 现在呢 我们还得给它静置 所以你没鼓到它一回 就得让它再待一会儿 对 给它静置 让它进行冲气 发制 明白了 到最后这个步骤 还得再待20分钟至少 对 像这个季节呢 您就不能低于20分钟了 还得搁得暖和一点的地方 明白了 这么是那个 蒸好发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锅开喽 对 但凡是开锅 一定要往外掀 给剔上铺剔布 或者刷一层油 让它粘住 对 它蒸完了 是熟了 全在剔上了 还拿刀下 好压丝 好 把醒好的这个银丝卷 给它 嗯 像锅了 好 放在锅里 是发面的 给它拉开一点距离 给它会长胖 对 开锅了 放进去 银丝卷这样的东西 蒸的时间应该不会很久 对不对 哦 八分钟 嗯 根据个头 如果又大一点呢 我们就给它蒸剩十二分钟 好 像我们这个可以差不多八分钟 对 到这会儿呢 把大火再打开 用大气儿蒸剩八分钟 好 一会儿等出锅 质地细腻香醇可口的银丝卷制作方法是 第一 老面肥加少许水 用筷子扯碎 加三十克白糖 三百克面粉 活成面团 行制两个小时 第二 饧好的面团 加少量碱水进行中和 用刀切为两半 一半切成面条状 刷少许油 切成小段 另一半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皮 将面条包在面皮中 做成银丝卷的面皮 再行制二十分钟 上锅 大火蒸八分钟即可 今天这个银丝卷就制作完了 我们今天其实呢 应该说是做的是最基本的银丝卷 在很多我们看那个老字号的店里 卖银丝卷 蒸完了以后 它还要再烤制 再端到店面上来卖 对 然后烤着吃 炸着吃呢 银丝卷呢会有另一种风味 还可以炸着吃呢 对 炸着吃也非常好吃 想着都香 我们把雏形放在这 然后放凉了以后 待会儿等到节目结束了 我们就烤着吃 炸着吃 我们利用节目剩下的时间 因为还要做个锦囊呢 我们今天的锦囊是黄豆炒咸菜 做个小咸菜 天天锦囊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 可口的黄豆炒咸菜 连下周旧饼都特别好吃 需要准备水疙瘩 黄豆 干辣椒 八角 葱姜 酱油 胡椒粉 白糖 香油 做法是 第一步 热锅凉油 放一粒八角 葱姜末和干辣椒 呛锅 当辣椒开始变色的时候 下入切好丝的水疙瘩和黄豆 中火进行翻炒 然后烹入酱油 倒少许清水 加上锅盖 焖三分钟 目的是将黄豆做熟 第二步 三分钟后 揭开锅盖 加少许白糖 胡椒粉和一勺香油 搅拌均匀 即可出锅 看着这一小碟油亮爽口 清脆咸鲜的黄豆炒咸菜 是不是也增添了许多食欲呢 赶快熬上一锅稠稠的暖胃粥 就着大快朵鱼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谢谢大家